台湾生技公司东洋制药 在日前宣布取得了 德国BNT新冠病毒疫苗台湾的代理权 但是现在就被爆发 这是德国公司跟中国合作制作疫苗的 跟我国的法规也有所抵触 卫福部长陈时中 到立法院报告被巡使表示 他们已经要求东洋 不能够在中国制造疫苗了 而专业的审查 也必须要由FDA来做进行 另外一方面 攸关进口含有来际美住的 九项行政命令 也在立法院进行审查 但是就为了比较具有争议的莱猪内障 进口税号是不是要跟肉品分开 得不到明确的回应 兰尾七道拍猪大骂 对外讲过 只要中国的疫苗你不打 大陆地区所生产的 我们不准进口 疫苗坚持不用中国制 卫福部长陈时中回答斩电截铁 但目前台湾第一家取得 德国BNT新冠肺炎疫苗代理权的 台湾生技公司东洋制药 却被爆出这支疫苗 是与中国合作制成 直接打脸陈时中 到目前没有说一定要排除它 那能不能进口或会不会用 那是FDA专业的查验登记的一个问题 虽然东洋制药发出声明保证 疫苗制造和交易金流物流都在德国 并不是陆资企业 还是无法平息争议 同时间莱猪进口九项行政命令 14日在立法院联席委员会进行审查 现场也炮声隆隆 为了莱猪内脏与肉品 海关税号是否要分开管理 让兰尾飞鸿泰气到排桌大骂 立委郭国文看不下去站起来制止 不过陈时中老神在在的回应态度 还杠上时代力量 法律要一起适用的问题 我们不能去盯盯说 来客多班 其实你不要讲话好吗 可以那就不要讲 如果做不到 就不要这样子1月1号来开放 来助于疫苗争议接踵而至 立法院上演大混战 陈时中成了众矢之地 记得张宇春林开军台报道